各位 昨天說到 殺手是一個業餘的殺手 我覺得在這個點上 就沒有什麼可以質疑的地方 就是說 暫時我們知道的證據 這個是單獨的 你可以用一個孤狼式 因為其實都是英文 就是一個人做的 但是它是一個 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意識 是植入了它的思想 看看我們資料 昨天說過 就是它認為它正在做一件驚天動地和正義的事 因為根據從2015年開始的主流媒體的那種論述 Donald Trump就是希特勒 就是法西斯 就是邪惡 就是惡魔中的惡魔 而且是一個人來的 如果我們消滅了Donald Trump 就可以解決了世界所有的問題 你不要以為這些天方夜談 香港那些黃絲 受過高深教育的 很多我以前很多年的朋友都是這樣想的 無論是華人 還是洋人 一樣是這樣想的 那些我以為是朋友 飽讀書 見過世面 但是他們一直看《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CNN》 《CNBC》 《New Yorker》 《Guardian》 以及一路受到這個主流媒體和那些知識精英 那些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家圍牢 總之這個世界萬惡就是Donald Trump 而我們能夠消滅Donald Trump 就可以解決了所有問題 那麼這個20歲的男生 他知道些什麼呢? 如果他旁邊的東西全部都是這樣的 當然他入了這個共和黨 就是絕對有得解釋的 因為他登記了做共和黨 就可以在共和黨的初選裡面投票 以及可以去出席那些集會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是業餘 以及職業中有一個分別 職業就是用那些真正的Sniper Rifle 那些真是追擊手的那些長槍 你如果看過一套電影 就叫做Jack Reacher Jack Reacher是一套電影 改編像一些流行小說 但是那個作者本人呢 是做過嚴密的 就是嚴格的 細緻的資料搜集 那些呢 就是你如果看第一套Jack Reacher 那套是一套很好的電影 我推薦大家看 裡面有很多 就是娛樂性豐富 而是言之有物 那Tom Cruise是飾演過主角 但是你要看開頭那段 就沒有Tom Cruise的 就是那個殺手行空呢 他是走一個停車場 是向著大河的彼岸 那條河的河面相當之闊的 這些追擊手呢 其實就是這些特種部隊裡面的追擊手 其實在第二次大戰已經有 enimies at the gate 那裡就是有一點點是 基於真人真事 那些呢是超過 超過一千公尺 都可以打中的目標 那現在這個人呢 是百多公尺 其實是120左右而已 我做過一些資料 就是現在這個殺手呢 就是半職業 就是他不是一個真正trained的sniper 他用那支AR15呢 也都不是sniper rifle 但是那支槍呢 他的性能非常之好 而且是一個自動槍 可以連續發射 還有呢 他的準確度都很高的 就是在少過300馬 那現在百多馬就剛剛好了 那所以呢 這裡我要給大家看一段片 這段片呢就是我自己做一部分的 Google的衛星圖 還有我在外面的媒體那裡 找到一些標誌 還有最後呢 那個硬照呢 就是在Google找到呢 就是那個兇手 在屋頂裡開槍 那間平房 那大家看一下這段片先 我們看到呢 這個現場環境呢 這個呢就是其實是一個 農產品那些展銷會那些展覽場 那其實呢就有做很多本地的活動 譬如說你搞音樂會啊 搞集會是最佳的 因為呢 在那個一個三角形的水池旁呢 就可以整一些看台啦 那那裡一大片空地呢 是全部平坦啦 那可以後面呢 搭一些觀眾席 就是可以 升上去的觀眾席啦 前面可以是平的地方 也是坐很多人 那那裡呢就是 Donald Trump那個位呢 就是可以很適合做看台 做那個 做一個舞台的 就是一個station 那譬如你流行音樂啊 一隊樂隊啊 走上去彈啦 或者有些人去演講啦 或者現在好像這樣 競選集會啦 那下面呢就可以 就是四邊四面床滿人 那那邊對面呢 有條路 路對面呢就是那個會場的外面 那那裡呢 你見到呢有個停車場的 那簡單來說呢 在停車場旁邊那些平房呢 就是在這個 Buddler Farm Show這個會場以外 最近的建築物 而是有一定的高度 全部都很矮的 但是有一定的高度 就是一層半左右的高度 就是 是可以人呢是爬上去 但是去到上面呢 可以由上面可以有一個 elevated angle這樣看下來的 而那個stage呢就是矮過去 OK 但是你要注意水池那邊呢 其實都有一些座位的 那所以呢就是 如果以現在我們看到的 Donald Trump這個集會呢 其實呢 因為那些 特勤的secret service 的sniper 佔據了後面 就是那個 舞台後面那些高地 那些是會場的範圍 那所以呢 如果 你就這樣看著這個圖 或者看到現場的環境 是這樣的全部都是低密度 以及 就是 矮的樓 以及大片平地裏面呢 唯一一個地方 是可以放冷槍 去刺殺那個目標 而那個目標在那個stage上面呢 就是停車場 旁邊這個矮屋 就是現在空手走上去那個矮屋 就是說如果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負責現場保安 而是我要想 有殺手可能 會 是行刺 在舞台上面的一個目標 那如果我是當自己是殺手 我要放槍呢 唯一一個地方就是 停車場旁邊這個矮屋的屋頸 那而呢 正正這個地方呢 就是現在那個兇手 在那裡被人打死的地方 也是在那裡開槍的地方 你看到我剛剛的圖 我自己畫了一條紅線 就是說呢 這個位置 就是開槍的地方 這個位置呢 就是Donald Trump的舞台 就是他在這裡演講 而呢 四周四面 沒有其他地方 可以被人是 抬高去放槍的了 那就是說 如果你是負責現場保安呢 你除了佔據 你那個會場裡面的 制高點 然後放自己的Sniper 在上面去 去監察警戒呢 你一定要拿這個屋頂 就是這麼簡單 你拿這個屋頂 你放一個Sniper 在這個屋頂上 那就沒有人有地方可以 防槍的 我知道呢 比如說有幾萬人 或者十萬人集會也好 你全部要經過那個所謂的安檢 就是找那支東西 刮過了 就好像進去機場那樣 那就是 所以呢 你進去裡面的人呢 身上呢 就沒有可能有fire arms OK 那就是 當然了 你可以說 就是 你可以再說 我不說那裡了 就是那個難度高 但是如果 我要放冷槍 而是 有一個 完全沒有遮蔽的視線呢 就是現在 停車場旁邊 就是那個兇手被打死的地方 OK 那為什麼 那裡呢 你在 在做這個集會之前呢 你那些secret service呢 不是霸佔這個屋頂呢 你就算不霸佔這個屋頂 你不是應該找些人看著這個屋頂呢 很明顯呢 就說本地的警察呢 和那些參與集會的人呢 我看到AP啦 CNN啦 BBC啦 全部 就是這些都不是Trump的朋友來的 全部都是看到 就是現場的人士呢 他們看到呢 是有一個 很可疑的男子呢 是拿著一支槍 上去這個屋頂 那如果那個警察呢 還有其中一個報道呢 就是Local的警察呢 他是曾經是 嘗試engage這個人 那甚至騎駁馬 這樣推一個上去 但是呢 這個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就是你聽下去 你覺得究竟是怎樣 就是 但是這個呢 就是已經是他開槍行刺千 沒多久的事了 就是 那個警察 看著 那其中一個報道呢 就說 這個兇手呢 找一支槍指向警察 那個警察呢 就退回來 但是沒多久呢 就開槍了 但是我覺得這裏呢 不知道啊 就是先聽了 但是呢 就是不同的 剛剛講過了 AP CNN 還有這個BBC呢 都有記者在現場 採訪到當時的人士 不同的人 都說 看到有一個 嚴疑的男子 走上這個屋頂 而現場的 local police 都知道這件事 那他們呢 就通知了 secret service 那當然 這個就是在 就是那個 行刺案發生之前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不 delay 就算幾分鐘都好 是不是 你其實很簡單而已 你演唱會 麥當勞都遲了 一個多兩個小時 就是你 反正那些人 已經在warm up 唱著歌啊 還有其他的活動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 不再delay 五分鐘 然後呢 就 如臨大敵 全副武裝 找了那些人員 去包圍這個屋頂 然後把這個人抓了下來 檢查他身上有些什麼 有人說看到有支槍 可能是誤會呢 是不是 那你也要檢查一下他 但是不是 什麼都不做 那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在佈置這個會場的時候 那些保安和習近 沒有想過要occupy 這個平房 和他的屋頂 這個根本是荒謬的 正常是一定會這樣做的 第二就是說 為什麼當時那些現場的人士 和本地的警察 看到有問題的時候 你們不押後少少 和那些特勤立即要處理這件事 這兩樣東西是沒得解釋的 現在負責 現在負責美國secret service 這個總指揮呢 這個總指揮呢 這個director 是一個女性 這個女性就叫做 Kimberley Chateau 那這個Kimberley Chateau C-E-A-T-L-E 我想應該可以讀 C-E-A-T-L-E 這段長時間 但是在Donald Trump上任之後 就來了職 我們不可以說是被Donald Trump炒魷 因為炒也是叫你自己resign的 但是去到拜登上任之後 在2022年 又翻譯的 他來了職之後 這位女士呢 就是 我們看看這位女士的圖 這個Kimberley呢 就是出去 這個外面的私營機構呢 在白氏可樂那裏做保安的 那其實外面的Pay 怎麼比政府好呢 不知道為什麼拜登找他進去 那而呢 現在呢 其實所有傳媒都在圍著來訪問他了 不過這位女士呢 就是我最新看到的報道呢 就說 他們會檢討 不過她是不會辭職 那我就覺得呢 就是一定要有這個 就是 比喻的人頭落地 一定要有人負責的 就是 這些是 普通業餘啊 香港搞演唱會啊 那些食招啊 都不會這麼疏忽啊 不要說這個是總統候選人前任總統啊 是不是啊 那你現場呢 剛才講的兩個問題呢 沒有人可以解答 第一就是說 你一看到那個會場 你如果覺得有危險的 最重點就是這個制高點 在會場以外的唯一一個地方 是可以放槍的 OK 第二就是說 有這麼多人看到這個人在屋頂 甚至有人看到他拿著槍 本地警察都看到 為什麼突然不做事 那這兩樣東西呢 我相信現在拜登的政府呢 是不會回答 也都是盡量要掩飾的 那我們看到呢 其實呢 他們訓練這些可能的業餘殺手呢 而是灌輸他們的思想 就說 為民除害 解決一個 頭號的邪惡呢 這些事情是做了很多次 但是現在就奸有奸輸 邪不能勝正 因為這件事揚了之後呢 由現在去到11月呢 你是很難再重複做這件事 那我們也都要 看多一段片 這段片就很神奇的了 如果你想真的看到什麼 看一看什麼事 特朗普呢 就是要解釋 那些非法入境的 overhead project 那些 那個表 就是 那他呢 他的頭呢 是另來另去的 那觀眾在這裏 那個screen在這裏 我假設一下 看形勢是這樣 那所以他呢 就要有眼神接觸 跟他前面那些觀眾 但是 他一講到那個數字呢 又要看回那個screen 那所以呢 就是在 他轉過去 轉過來 那時候呢 兇手是瞄準 到他一看過去 那個screen那裡 那個子彈呢 就在一邊擦過 就是說呢 其實就是在 就是零點 不知道多少 a fraction of a second裡面呢 是決定他的生死的 我們知道這件事有疑點呢 就是那些特勤 和政府的 負責保安的人員呢 和那些情報人員呢 他們總體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但是 如果Donald Trump 是要自導自演 所以 要 要到那個職業殺手 是剛剛碰到耳朵 不死得呢 這件事呢 絕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 所以呢 我們唯一可以解釋 因為他的頭頂來頂去呢 他是大命 這個大命呢 我相信呢 這個就是 天命 這個就是 我們任何信仰 無論你信任何宗教 就是你那個 慈悲的正義的神 是要保佑人類的命運 這個呢 就是我認為 你可以選擇信仰 你可以選擇 運氣 去到這一刻 我覺得大家應該選擇信仰 要相信 邪不能勝正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講完了 下支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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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